17号由广东省派出的 内地支援香港抗疫流行病学专家组 以及移动核酸检测车抵达香港 他们将协助香港特区政府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在口岸迎接专家组 这批专家均来自 国家流行病学调查专家组 具有丰富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经验 我们必定会接近所能 在中央的监厂的支持下 则香港各界同心协力 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我们是主要是 这一次主要是技术研究 就是检测这一块的 我们是有信心 在这个中央的坚强正确的领导下 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 跟这个香港同胞一起 把这个香港的疫情 尽快地控制好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 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当天零点 香港新增611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截至目前香港累计确诊37071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